星期日的另一场赛事,都是选择一场奥迹 5点钟,帕斯江辉主场,对扭卡素喷射击 今场球队,主客和主队也是赔率偏热 1.4多,客队来说差不多6倍 个别盘口也有7倍 让球置必然是一球球半 不过来说,比较高水利 1球,球半是什么概念呢? 又是要赢2球 甚至乎赢1球,还要输半格 入球大势来说,中位数3球 似乎有些盘口,开到2.53球 入球大方面,好像不是十分硬正 怎样说呢?有原因的 本来说,今季对赛两次 也是开出2球,帕斯江辉主场 是2比0赢的 看回今场球来说,冒易 如果帕斯江辉能够击败扭卡素喷射击 即是一鬼三杀 我对这些都是有点解心 刚才那几场球,包括之前提过的 不容易做到,结局就不容易出现 当然不是实际的机会 毕竟往迹来说 其实也是帕斯江辉比较称高的 尤其是主场来说 近六次主场 叫做四胜两负 就没有和的有趣 当然,这些是这么巧的 但是来说,比分上 确实连续几仗 即是近六次对赛 最近这三仗,确实都是踢成两球球 那我今场球会推介些什么给大家呢? 其实来说,我对阳球 兴趣确实都不大 入球大小也不是看得那么 即是一定可以开到大球 那么,小球呢 赔率上,有点不对路 即是比较2.35厘 就比较高一点 那我会选什么彩时给大家呢? 我会推介半场入球大小 就选个1.5球这格 希望去半场球 就没有两球 那我可以总得到1.62的赔率 那为什麽选择呢?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看 本身来说的榜首,帕斯江辉 现在在联赛绩分榜上 确实比较大些优势 即是说,只要预下赛程来说 他不会失分太多 我相信今届的奥式冠军 都属于他的机会有多大 北京来说,也就是说 对着FC式尼,还有六分球的优势 当然,他们都还会对赛 但是来说,只要他能够再取三分 根本上去都很稳固 但是你说,让球让到1.5球 个人来说,始终都有些悲忌 这场球,选择半场入球 原因,其实我这样看 最近来说,帕斯江辉 其实都开始有些回落 分别都试过两场赢不到球 也都神经输给墨尔本胜利 当然,对着水手这对水野 真的可以赢3-0 作客都可以赢3-0 今场球,说紐卡素喷射击 其实近方都不算差 有赢有和有负 也试过对着作客的威灵顿凤凰 就输大败 对着主场,对着水手也大败 但是他对着墨尔本胜利 这几队比较前烈的球队 也能赢得到球 所以来说 我觉得他不是完全没有横抗的能力 今场球 主要来说 要在半场里面 即是开到两球的机会 其实都不似十分大 近这几仗作客的紐卡素喷射击 本身来说 都是0-1 我觉得这队球 起码在半场里面 都会比较稳定 尤其是对着你这个主要对手 都已经今季连输两仗 我相信这队球队 都不想被你三杀 今场球 半场来说 我觉得大家开不到记录 甚至乎一球交收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我会推介半场入大小 1.5球这队 个人来说都比较有信心 希望就是这样 选择1.5球这队 1.62倍 推介给大家